I'm not going home 这五郎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饿了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 这公司加班特别忙 你这每天都要加班啊 这几天公司的事情多 要不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就差不多了 那行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去吧去吧饿死了 行你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啊 好 老婆 我要去工作了 你自己在家也好好的了 你这今天还去加班啊 真的是公司太忙了 我也想陪你啊 你要不不去了吧 在家陪我几天嘛 你看人家那老公多好啊 没事在家陪陪媳妇什么的 你就天天工作 不行啊 不行啊老婆 这老板啊气中我才让我加班 再说了 我现在的事业啊 正属于上升期 这不多加班怎么办啊 你看咱们家条件 也不算特别的优秀 我还是想多挣点钱 多给你买点衣服 买点化妆品 嗯 五郎啊 我就是想让你陪我几天啊 要不这几天啊 你就别加班了 你请个假 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什么的 多好呀 好吧 那等我忙完这几天啊 我就请个几天的假 好好的陪你出去啊 等几天啊 好了好了 我走了啊 这我老公最近真是的 怎么天天加班啊 以前从来不这样的 喂老公你在哪呢 我在公司呢 我这几天想出去玩啊 出去玩你准备去哪 去青岛什么的 我好几个闺蜜都去了 和她的老公一起 看着挺好玩的 要不你请个假 我们也去呗啊 哎 这假我就请不掉了 那这样老婆 等一会儿啊 我给你赚点钱 你自己去玩吧 你不去啊 我真的去不了 那你不去 我自己去了啊 好好好 我给你转账啊 那行吗 最近这五郎 确实太奇怪了 这以前旅游什么的 都是她提 现在我说她还不去 不行 这我得观察观察 就把我给警战了 就给老板说一下 亲几天就好 好好的付给我老婆 这老板这个活不容易 这马上就能挣到一笔钱了 给我老婆都买几身衣服 五郎 小小 你这不是要去千岛旅游吗 你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原来你没有去加班啊 你偷偷的给我挣钱去了 小小啊 这 也对 我也不应该瞒着你 但是不是怕你担心吗 这晚上啊 有个对我不错的老板 又给我介绍了个活 我这没事啊 晚上出去啊 挣点外费 这马上不是到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吗 我想给你个惊喜 老公 要不 那个活你别接了 我带着你去旅游 我 你之前给我的零花钱 我也没花完呢 你看 辛苦的 都瘦了 没事老婆 这做人啊 要有始有终 等我干完这个活 就好好地休息之天 咱们啊 去千岛玩 行 都听你了 那走吧 我带你吃饭去 走 咱们去接下吃饭 走 谢谢啊 你看这我华也去世了 这是他给咱们留的房子 到时候 我们把这套房子引卖 换点钱 咱们出去旅游去 房子 你说那是真的吗 那什么人 好不说了 我们先进去吧 行 这怎么 那你是谁啊 你没事 这是我爸的房子 哦 你就是五郎啊 我跟你说 这里爸在病重的时候 都是我们家来照顾他的 所以我就在这里住下了 这我爸就是 这房子 应该是我的呀 你凭什么在这住啊 干说说说你的东西 滚蛋 你凭什么让我做 我跟你说五郎 你这么多年 你上哪里去了 现在 你爸没有了 又回来要房子 你觉得你做的合适吗 这我爸就我这一个儿子 这他去世了 房子李索英当也是我的呀 这你一个外人在我们家住着 这算什么事 你还知道你是他儿子 你照顾过他一天吗 现在你回来要房子 你怎么说他出口啊 你还要不要脸啊 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们的家事 哪轮到你一个外人说东说西的 这我爸我照顾不照顾他 这房子都李索英当是我的呀 我不敢 你赶紧给我搬走 我跟你说 你爸病重 都是我来照顾的 这房子 就是我的 谁也夺不走 你说房子是你的 你有证据吗 证据 当然有了 口罩我屏 ог南轮 里面 我 Nathan 我做什么 时候 今天 他 你 他 你 那 你知道 他 怎么 你 熊 这下,你还有证据吗? 臭老头子 你 你撕了? 撕了好啊 你觉得我傻啊 这一张 是复印剑 这原件在我这里 什么? 复印剑? 你去哪呢? 骗人了吧 你老头子会很多 那这样吧 既然房子你不愿意还 你给我拿十万块钱 就是 拿十万 这个房子就归你了 这总奶奶说 你也住这几年了 这十万也不多 这房子 本来就是我的 我不行吗 给你拿十万块钱 哎呀 不是我说你 你说你在这个家住几年了呀 这一年房租按两万给你收 这总奶奶说有实话了吗 你想想啊 你十万块年 买的房子 你说这多好的一个交易啊 自己心里面没点数啊 在这儿 不要那么多废话了 这个房子啊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 我跟你说 最起码这个房子 我们要一个人一半 对啊 一人一半 你说 要么你给我们钱 要么你把房子给我们 你说哪个呀 钱也没有 房子啊 你们也分不走一半 我说你这个老头 不知好歹吧 说要注意点 今天来呢 目的很明确 要么 给我们钱 要么 把房子给我 房产众过后在我的名下 唉 本来啊 我想把这个房子 给你们的 但是 看你们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态度 这个房子 你甭想拿走 我态度 我态度不好吗 我们论理说 这个房子 本身就是我父亲的 你说是不是 这几年啊 让你在这儿住 已经很仁慈了 这怎么说 这房子 也能让你来接受吧 你们 说那么多干什么 这房产证在我手里 你父亲的遗书 也在我手里 你们 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大叔 刚才 不好意思 你看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这个房子 给我们 是吧 那行 那你看 这什么时候给啊 刚才啊 我是小 小年轻不懂事 说话 太冲动了 就是就是啊 你看我们还年轻 你不要跟我们两个小孩一般见是吧 这房子啊 这房子啊 可以给你们 但是 想去看看我爸 对啊 你们这样做 就对了 那你们去吧 那行 那你先忙着啊 那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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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